臺灣中山科學院正在進行新一代戰機的研發射擊人物 據悉 這款戰機將有內置彈艙有一定的隱身功能 裝備國產的主動相控陣雷達 可以說這是據永鷹高教機之後 臺灣國機國造的又一重大項目 說到國機國造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新鮮的概念 但其實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 臺灣曾經擁有整個亞洲地區最為強大的航空工業 臺灣的航空工業發展基本上分為這麼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從無到有 研發的飛機叫做介兽號教練機 在1969年3月 中華民國將空軍技術局改制為航發中心 並建設介兽衣場用於飛機製造 這可以成為臺灣整個航空工業的開端 當時中華民國空軍在美國的空軍期刊上 看到一個工程師設計出售的飛機藍圖 他非常適合作為軍用初級教練機 於是便出錢向這位工程師購買了飛機的製造權 這誕生的便是中華民國第一批教練機 介兽號 總共完成了58架 1986年從空軍退役 介兽號是一款螺旋槳式的老式飛機 臺灣之後又自主開發了中興號中級教練機 共生產52架 介兽號教練機實現了臺灣航空工業製造飛機的突破 但是當時先進飛機都是噴氣式飛機 所以臺灣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完成製造噴氣式飛機的 從零到有 在50年代 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了軍事支援計劃 要開發一款低成本保養簡單的戰鬥機 用來專門銷售給盟國 最終諾斯洛普的F-5戰鬥機贏得了訂單 官方名稱自由鬥士 這個名字的意義不言而喻 臺灣在60年代通過美國購買得到92架 單座的F-5A和23架雙座的F-5B 在70年代 諾斯洛普為了對抗米格21戰機 重新設計了F-5戰鬥機 這就是F-5E戰鬥機 當時的臺灣尋求更新自己的先進戰鬥機 於是在1973年 台美簽訂協議 由諾斯洛普授權航空工業發展中心 生產100架F-5E戰鬥機 從1974年到80年代中期 臺灣總共生產了242架單座的F-5戰鬥機 以及66架雙座的F-5F戰鬥機 佔全球總產量的四分之一 成為全球最大的F-5系列戰機使用國 現在臺灣有了製造噴氣式戰機的經驗 但是還沒有自己設計噴氣式戰鬥機的經驗 這就是臺灣的第三個階段 設計生產AT-3高級教練機 這款教練機本來也是由臺灣和諾斯洛普公司合作研發的 但是在1977年 因為美國改變了亞太戰略和中共建交 AT-3的合作不得不中斷 臺灣航發中心的工作人員攜帶相關資料 從美國回到臺灣後繼續研製 最終利用合作生產F-5戰鬥機的經驗 最終成功研發了AT-3教練機 1980年AT-3原型機出廠 命名為自強號 從82年開始量產 到89年總共生產了63架 走過了前三個階段 臺灣航空工業的第四個階段 就是開發戰鬥機 隨著F-5戰鬥機逐漸老化 在1980年代蔣經國總統指示下 中華民國憑藉著美國的幫助和技術轉移 展開了經國號戰鬥機的研發 1988年第一架經國號IDF出廠 1992年進入空軍服役 經國號在誕生之初 性能在全亞洲首屈一指 是亞洲第一個自主研發四代機的國家 經國號的諸多性能都具備四代機的特點 比如使用電船飛控 我在之前介紹F-16這一期節目中 著重介紹了電船飛控 電船飛控是四代機的明顯特點 它使得飛行員對飛機的掌控更加精準 F-16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電船飛控的飛機 像美國早期型號的F-18大黃蜂 還使用的是機械傳控 而蘇聯研發的蘇-27 早期型號還是機械傳控和電船飛控混合使用 可見經國號的技術水平已經走在了世界前沿 經國號裝備的雷達是邁充多普勒雷達 美國APJ-67的台灣版本 經過台灣趕進之後 空中探測距離能達到100公里以上 對地作戰雷達探測距離能達到70公里以上 在90年代這樣的雷達探測水平 已經比蘇聯時期的蘇-27要強了 蘇-27裝備的N001雷達對空探測距離 大概是70公里左右 而當時的經國號已經裝備了 天艦1和天津2中距離空對空導彈 而且使用的還是主動雷達 而同一時期 蘇-27使用的主要是中距離導彈R-27 它是一款半主動雷達制導 最大射程不過是50公里 唯一比較遺憾的是 經國號因為受到美國的技術限制 使用的發動機推力不足 每一台發動機竟然只有27千牛 最大後燃推力每一台能達到42千牛 而同一時期 美國F16AB的早期基礎型號 使用的是惠普F100PW250單發動機 一台發動機推力能達到64.9千牛 最大推力能達到106千牛 也就是說 F16戰鬥機的一台發動機 就和經國號三台發動機的推力相同 這是多麼大的差距 作為一款輕型戰鬥機 經國號因為發動機的限制 不得不安裝了兩台發動機 導致整個氣動布局航程 都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然而無論如何 經國號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 作為東亞地區第一個自己研發的第三代戰機 克服了重重困難 在有限的條件下在各方面盡量做到最好 亞音速格鬥性能雷達中距導彈都毫不遜色 和俄羅斯同一時期的蘇爾7早期型號相比 都毫不遜色 可以說是台灣之光也是亞洲之光 關於經國號的具體性能和全面的分析 我會專門做兩集節目帶給大家 台灣航空工業經歷了這麼幾個發展過程 引進圖紙生產介受號 是台灣第一次自主生產飛機 雖然是使用活塞發動機的螺旋槳飛機 但也給台灣帶來了寶貴經驗 可以說實現了從零到有的第一步 之後從美國引進F5戰鬥機生產線 在本國生產了200多架F5戰鬥機 同時因為受到越戰的影響 台灣也成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維護戰機的中心 台灣藉此機會培養了大量的航空工業人才 發展了自己的航空工業 這使得台灣第一次有了製造和研發 噴氣式戰機的經驗 為之後的經過號奠定了基礎 而AT3高校機的研發因為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 和美國合作不得不中斷 台灣不得不憑藉自己的人才力量和經驗 完成了高校機的研發工作 可以說是邁出了自主研發的第一步 而整個台灣航空工業的高峰 就在於八九十年代成功研發和製造 金國號戰鬥機 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這三十年間台灣經濟不斷騰飛 航空工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在這三十年間 在整個亞太地區甚至沒有一個國家 能夠和台灣的航空工業相比 我們今天和大家橫向比較一下 在六七十年代 台灣自己生產製造的是美國F5戰鬥機 F5戰鬥機是為了應對蘇聯米格21誕生的 而同一時期 中共也從蘇聯引進了米格19和米格21戰鬥機 自己生產就是大名頂頂的殲6和殲7 1961年中蘇達成協議 蘇聯向中方轉移米格21的製造權 由瀋陽飛機製造廠生產 不過中共的飛機製造雖然比台灣早 但是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 瀋陽飛機製造廠在1958年從前蘇聯引進米格19P 截擊機的圖紙開始紡織 但當時配套的工藝規程並沒有送到 瀋飛一看 不要緊啊 我是社會主義接班人 我們大跌進嘛 沒有工藝規程 我們利用毛澤東思想就可以創造出工藝規程 結果瀋飛一上來就蠻幹 工藝過程錯誤擺出 我這裡簡單給大家解釋一句 學過機械製造的朋友就知道 這個技術圖紙就是飛機各個零件的圖紙 而工藝過程說的是 這個零件到底是怎麼加工出來的 比如說同樣一個零件可以先用車床再鑽孔再洗床 之後還要對零件進行各種熱處理 你的工藝過程出錯 生產出來了零件尺寸不符合標準 強度不符合標準 飛機就會有問題 很多時候其實工藝過程甚至比技術圖紙還要重要 最後的結果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我們來看中國飛機全書是怎麼評價的 殲-6甲的試製工作是在大躍進期間進行的 其週期比殲-5還要短50% 由於嚴重違背科學規律 出場的飛機和發動機陸續出現多起 嚴重質量故障 飛機在製造中盲目更改工藝材料 有些材料用錯 有些材料選用了未經實驗的代用品 飛機在飛行過程中出現進氣刀 某釘脫落 座艙漏氣 評為抖動等問題 根本無法正常飛行 更談不上作戰使用了 到1960年12月20日停產共生產83架 這些飛機無法交付使用 只得返修 而米格21的引進也是充滿了波折 我們知道在1967年開始 中共發動了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 在1967年5月6日負責殲-7生產的13R廠 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開槍打死50多人的武鬥事件 工廠內辦公室的人都跑光了 工廠被幾萬個城裡來的造反派把工廠圍住 1968年10月 文革造反派在常理掌權 成立了勞改大隊 對幾百個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私派 集中起來實行勞動改造 很多技術骨幹就這樣從辦公室裡被拉出來進行勞動改造 挑石頭 鑄河堤 修機場 挖護廠勾等等 是怎麼折騰怎麼來 後來發現 沒了這些技術人員 北京派下來的研製任務是完成不了的 本來中央要求1970年殲-7一型飛機就要完成100架 後來眼看不行又改為60架 後來是折騰來折騰去 在整個文革期間殲-7大約只生產了10幾架 到70年代末期文革結束後 中央政府一看不行 把殲-7的生產從省飛轉移到成飛 殲-7這才大規模開始裝備部隊 台灣從60年代開始 就生產F-5戰鬥機不僅走在大陸前面 也走在了整個台灣前面 像鄰國日本有著雄厚的工業基礎 但是因為二戰戰敗 航空方面幾乎完全依賴於美國 航空工業更是無法得到發展 到1972年 日本才正式接收了美國的F-4戰鬥機 之後有11架戰鬥機以散建的方式進口 在鳴谷屋的三菱重工工廠開始組裝 這是戰後日本航空工業的開端 之後三菱重工又陸續以引進生產線的方式 生產了127架美國的F-4戰鬥機 而鄰國韓國更為落後 在韓戰之後 韓國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國防事務主要依靠的是美國 空軍也主要引進美國的F-4和F-5戰鬥機 航空工業更是基本為零 台灣在60年代就已經開發了自己的第一款初級教練機 可是韓國呢 直到1988年 韓國國防部才和大禹重工合作 研發韓國第一款國產軍用飛機 叫KT-1雄飛螺旋槳初級教練機 到1992年 韓國三星航空航天局才和洛克希德馬丁 聯合開發T-50噴氣師高級教練機 而這個時候台灣的AT-3噴氣師教練機已經不生產了 開始生產更加先進的金國號戰鬥機 再看看印度表現更為差勁 向印度的光輝號戰鬥機1980年代才開始立向 1990年才完成初稿設計 2001年才首飛 到2015年才開始服役 目前為止 不超過生產了10幾架原型機和20多架量產機 產量還遠遠不如台灣已經停產的金國號 台灣航空工業就算30年原地踏步 也要比現在的印度航空工業強 金國號誕生於90年代 不僅面對俄羅斯和中共的戰績不落下風 最關鍵的是由台灣開發 航空經驗冠絕整個亞洲 而90年代的中共是什麼樣子 那個時候中共改革開放 十幾年依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航空工業慢慢從文革浩劫中恢復過來 但依賴的依然是俄羅斯的技術 主要是從蘇聯引進蘇-27 組裝生產也就是自己的殲-11 而自主開發飛機 這種事情連想都不敢想 金國號是在1992年服役 中共研發殲-10是在2005年服役 整整晚了13年時間 如果我們以整個東亞為時間線 從50年代文革之前 中華民國和中共的飛機製造水平基本處於同一階層 韓國和日本本土的航空工業基本為零 在60年代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之後 中共的航空工業不僅原地踏步甚至非常倒退 而在這20年間 台灣的航空工業迎來了長足的發展 成為了美軍在整個東亞地區 飛機維護中心 積累了大量的維護經驗 並且獲得F5戰鬥機的生產訂單 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亞洲航空工業大國 而同一時期 韓國的航空工業依然為零 日本航空工業才慢慢有所復蘇 開始組裝和生產美國的F4戰鬥機 到了80年代 台灣先後研發了高教機AT3和經過號戰鬥機 航空工業冠絕亞洲 同一時間 韓國航空工業才剛剛研發自己的螺旋槳出教機 日本和中共在這一時間開始不斷趕上 但依然遠遠落後於台灣 日本和中共並沒有任何自主研發完整戰鬥機的經驗 然而讓人遺憾的是 在經過號之後 台灣航空工業逐漸凋零 甚至不少人才前往韓國 參與了90年代韓國高教機 精英號的研發過程 在經過號研發之後的近30年時間裡 台灣再也沒有推出過任何一款 自己研發的戰鬥機或者教練機 而在同一時間 日本引進並生產了美國的F15G 同時引進了美國的F16戰鬥機 自己研發了日本版本更大號的F2戰鬥機 而韓國更是奮起直追 在90年代末期研發了精英教練機之後 最近有更新的KF2-1四代半戰鬥機推出 今年已經是非成功了 其進步之快不得不讓人感慨 而在同一時間 位於中國大陸的中共航空工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從一開始 仿製蘇聯戰機的殲6、殲7、殲8錯誤百出、事故頻出 到改革開放之後 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技術和專家 在法國和以色列技術支持下 研發出了殲10戰鬥機 最近10年來又推出了殲16、殲20等戰鬥機 其性能固然沒有中共吹氣那麼厲害 也完全無法和美國先進戰機相比 但是對比幾十年前 連參照蘇聯圖紙製造殲7、殲8都有問題的航空工業相比 中共的航空工業已經是進步非常大了 台灣航空國防工業曾經在30年前 冠絕亞洲生產出了令全世界華人驕傲的金國號戰鬥機 然而最近30年 原地踏步不得不讓人十分感慨和遺憾 但是最近幾年 我們又看到台灣的國防工業又有了新的發展 蔡英文總統任內推出了國機國造項目 永英號高校機首飛並交付中華民國空軍使用 除此之外 今年台灣國防部公佈了新一代的戰鬥機計劃 更是讓人期待 在接下來的一集 我們將和大家介紹最近十年來 台灣航空工業的發展以及國機國造計劃 我是子定 歡迎大家關注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